好,接下来下个话题,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航失事航班QZ8501的这个搜寻情况 印尼搜救人员今天呢表示说因为天气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所以搜寻与打捞工作今天已经重新展开 一旦条件允许呢,潜水员今天将在事发水域实施作业 截至目前呢,印尼方面共打捞出了8具运难车遗体 持续的大风和降雨 给2014年12月31号的搜寻与打捞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恶劣的天气状况使潜水员不能下水 直升机也无法起飞,搜寻工作时段时序 不过仍有18艘船只在目标海域执行工作 据印尼气象部门预测 相关海域在未来几天可能将出现更大的降雨 目前飞机的主体残骸还没有被找到 印尼方面表示,一旦条件允许将派遣潜水员到目标水域作业 印尼军方人员表示,飞机的主体中可能会有更多遇难者的遗体 2014年12月31号,搜救人员曾通过声纳设备发现疑似大块飞机残骸 但由于坠机海域的洋流十分猛烈,这些疑似残骸的位置一直在变化 有救援人员表示,2015年1月1号当天,在海面上发现的漂浮物较前一天的位置移动了大约50公里 救援人员还预计,未来几天可能会有遇难者遗体被冲上海岸 目前两具遇难者遗体已经运抵四岁一家警察医院进行检验 送检的两具遗体分别为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孩 院方正在收集两人的指纹和DNA等数据 数十名乘客家属也在设在四水的亚航危机中心配合采集血样 供验证遇难者的身份